大家好,我是杰西 今天要跟大家看的是剑桥活用英文法初级的第86课 行动词 行动词的话就是用来描述一个人 一个动物,一个地方,事情等等 给一些额外的资讯 比方说我是老师 I'm a teacher 但是我是英文老师的话 I'm an English teacher 你的行动词当你的字首是母音的话 这边的话你就要用an English teacher 可是我再加上一个happy I'm a happy English teacher 好,这边又变直音了 所以这里又用an 那很多人在讲这个时候的an都会省略掉 不行,这里一定不能忘 因为本来的句子是I'm a teacher 所以I'm a happy English teacher 这个an一定不能省略掉 好,那happy跟English都是形容词 用来修饰teacher这个名词 第二个例子 诶,念英文很好玩 那这个句型的话 to study English是你的真正的主词 你的eater是你的虚主词 这整件事情很好玩 什么事情,念英文这件事情 好,这边study English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这里又有English 这里的English是名词 这里的English是形容词 好,所以一个英文单字 它长得一模一样 可是它可能有两不同的词性 要特别注意一下 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形容词的位置 形容词会放在什么位置 放在名词的前面 好,he's an excellent student 他是一个优秀的学生 这个excellent就秀是student 就放在形容词 放在名词的前面 we don't have a big house 我们没有很大的房子 这个big就是大的 大的什么? 房子 形容词放在名词前面 好,假如你遇到连坠动词的话 会放在连坠动词的后面 好,我等一下解释一下 什么叫连坠动词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五个例子 his face turned red 他脸变红了 好,变红了 这个turn这个字叫做连坠动词 他放在 对不起,连坠动词的后面 red 那这个red就是什么 his face 好 I'm so busy 我好忙啊 这个忙,路, busy 是你的形容词 修饰爱 好,他放在这个b动词 也就是连坠动词的后面 好,假如你对于句型不熟的话 你可能不太知道什么是连坠动词 我这边很简单讲一下 好,英文比较常见的动词 有分集物动词,不集物动词 跟连坠动词 不集物动词就是后面不用夹受词的 就叫不集物动词 好,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tun flies 时光飞逝 好,小鸟在天空飞 这个飞 这个字后面都不需要加任何受词 这样子就可以 这叫不集物动词 这是一个句型 第二个最常见的句型是 主持加集物动词加受词 什么叫集物动词 集物动词就是它后面一定要加受词的 I have a brother 好,在英文这个have是集物动词 后面一定要加受词 好,do you have a brother? 它不能说yes I have 一定是yes I do 或yes I have a brother 你有have,后面一定要加受词 好,第三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叫做连坠动词 有一个句型是主持加连坠动词加主持不语 那什么叫连坠动词 连坠动词你就把它想说是连接主持跟主持不语之间的 好,这个连坠动词连接这两个 那你的主持不语常常会是名词或形容词 假设是形容词就是用来形容主持 比方说I'm thirsty,我要渴了 这个thirsty就是爱,是一个形容词 好,I'm Jesse,我是杰西 杰西是名词,这个名词就会等于我 我就是杰西,杰西就是我这样子 好,这是连坠动词 那连坠动词最常见其实就是逼动词了 还有一些感官动词 比方说feel,感受,smell,闻,taste 尝起来怎么样,look,看,看起来 sound,听起来 还有讲一些变化,get,变得怎么样 turn,become,变得怎么样 或者比方说seen,似乎remain,维持等等 这些都是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句子 第七个,this is funny 好,这个b动词是连坠动词 什么是,这个是很好笑的 所以好笑的是什么 this,通常这种 它引用在连坠动词的后面的形容词 就是修饰你的主词 I feel great,我觉得太棒了 好,觉得非常的好,感觉良好 这个great就是爱 the food doesn't smell good 那食物闻起来不好闻 好,这个good就是food 好,好闻的 这闻起来 那个good修饰的是food it tasted terrible 这个it不管是什么东西 但尝起来都是很糟糕的 糟糕的修饰it the future is looking good 未来前景看好 这个good修饰的是future 好,that sounds exciting 那件事情听起来很刺激哦 那个exciting修饰的是that she turned pale 他脸变,也不一定通常对啦 脸色苍白 他脸变白色了 好,这个pale修饰的就是she 整个人 你苍白会只有脸吗 好像是 其他地方好像不太会变 好,he just became a father 他刚刚变成一个爸爸了 好,这里是当名词的用法 好,这边 刚刚说形容词或名词 啊名词的用法的话 你的a father就等于he 他就是爸爸 爸爸就是他这样子 It seems impossible 似乎是不可能 什么东西不可能 这个it似乎是不可能的话 impossible shows it Despite the scandal he remained president 尽管有那个丑闻 他还是维持他总统的地位 没有变 他还是当总统 这里也是一样 这里没有形容词 这是名词 那这边是跟大家讲 这个president就等于he he就等于president 好,再来之前 假如你有看之前的讲义的话 有讲到 something,someone anybody,anything 这些遇到这种的时候 形容词会放在这些名词的后面 我们刚刚讲的 一般来讲 形容词放在名词的前面 或者是连续动词的后面 可是遇到这些比较特殊的名词 我们放在他的后面 好,17个是一个 一个传统习俗 假如你有看电影的话 你可能会看到 in North America Briens wear something old something new something borrowed and something blue for good luck 在北美洲啊 新娘会去穿一些旧的 旧的就是 不是新的衣服 一些新的 就是新娘 结婚当天要穿 有旧的 有新的 还有借来的 所以要跟人家借个东西来 穿戴在身上 还有蓝色的 for good luck 你下次看到了 结婚的 有时候说不定会有讲到 就会讲是这样 所以你看都是 something old old不是old something 是something old something new 不是new something 这样子 好 18句是一般比较 口语常会讲到 Did you do anything special last weekend? 上个周末 有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 Anything special 这个其实你口语常常讲 你就会知道 就几乎都不太用去记得 好 再来最后 形容词呢 它没有什么单数复述 人称都不会变 形容词就是形容词 会去变化的是在比较级 在后面一点的时候 会讲到比较级 最高级的时候 才会有变化 I have a beautiful daughter 我有个漂亮的女儿 我没有 这个例句有 She has two beautiful daughters 还有两个漂亮的女儿 好 这个时候呢 人称有没有 I is have She is has 好 这是动词会变化 daughter 一个daughter 两个daughters 好 这个 名词的单复书会变化 但是形容词不会变 好 来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翻译的例子 第一题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紧张过 好 I have never been so nervous in my life 好 在我这辈子当中 我从来没有这么紧张过 这个其实就是B动词 I am nervous 那变成现在完成 I have never been so nervous 这边 形容词是放在连续动词的后面 第二个 他来自一个富有的家庭 但是他很消气 好 有些人家里家境很好 可是不见得一定要大方 所以我规定一定要大方 对不对 好 he comes from a rich family 好 你可以这样讲 很有钱的家庭 rich family 形容词放在修饰的名词的前面 但是他很消气 but he is 意思是最常见的连续动词 对不对 后面就接 形容词 好 he's dingy 所以这steinge讲的是谁 是he 好 变冷了怎么说 我再来过几天 要变得更冷了 好 这时候我们可以用转变的 这个getting it's getting cold 这个code 修饰的就是it weather 天气变冷了 it's getting old 好 他整天都在打扫公寓 他看起来很累 好 一整天一直在打扫 she has been cleaning 现在完成进去是 the apartment old day 看起来很累 这个看起来 现在 我们都一直在打扫 所以 she looks tired 好 现在看起来很累 那这边当然 你可以把它用过去的时代 she had been cleaning the apartment old day she looked tired 也可以 好 第二题 你这个心情要做什么 有趣的事吗 这个是刚刚那个anything 好 那这边 你这个心情刚刚是过去 现在还没有到 对不对 好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现在 进行试来 代表未来 Are you doing anything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 anything interesting this week 好 这个星期要做什么 这个 这个周末好了 这个星期感觉很奇怪 你这个周末 又要做什么有趣的事吗 Are you doing anything interesting this weekend 这样 Are you doing anything interesting this weekend 这个周末 我们都要做什么 有趣的事情 好 第六题 我们喜欢去我们公司 附近新开的日本餐厅 因为菜很美味 菜很好吃的意思 这个时候 we like to go to the 新的日本餐厅怎么办 new Japanese restaurant near our company 我认识 我常常找很像的句子 because the 什么东西很美味 the food it's very good it's delicious 好 这个时候呢 we like to go to the new Japanese restaurant new 跟Japanese 那在英文的话 Japanese 会放的比较靠近 这个有它一定的规则 通常就是越明显的 好 放着 比方说 我有长 I have long black hair 我有长的黑发 黑色比较明显 然后结析是这样分 就放在靠近的 new 当然它有它的规则 我讲这样是比较方便 新的 新旧 到底多久是新 不太知道 可是日本就很明确 对不对 所以new 现在 Japanese new Japanese restaurant new our company because 这个new 跟Japanese 又是restaurant the food is delicious delicious 又是the food 这样子 好 第七题 佛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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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福 佛斯 或者是 Volkswagen 我不能把中文跟英文 合在一起念 好 在英文会这样讲 一台 佛斯 A Volkswagen A Volkswagen its 德国车 记得 我们中文讲德国车 英文要用德国的 所以要用 German Car 法国菜 French Food 这样子 A Volkswagen Volkswagen is a German Car 很多 A Benz is a German Car B&W is a German Car Toyota is a Japanese Car 类似这样 可以以此造类句 鱼 便宜 便宜 但是有一些宠物很贵 好 这边是讲到宠物 我虽然随便找一个 好 A fish is cheap 好 我也可以用 Fish are cheap Fish 这个字呢 它的单负是 是同型的 A fish is cheap 或者 Fish are cheap But Some pets are expensive 好 X-P-E-N S-I-V Expensive 有没有 B动词后面 这个 Expensive 是形容词 修饰pets 好 这个some 其实也是一个 形容词 它是一个限定词 有一些宠物 好 那 A fish is cheap Chip 是形容词 修饰fish 这边刚刚讲的 你可以说 Fish are cheap 没有问题 它有甜美的笑容 她 She has a 好 Sweet smile Lovely smile 都可以 好 笑容 Smile 形容词 放在 名词前面 修饰 名词 这个音乐听起来 糟糕 你可不可以把它关掉 The music 或者This music 都可以 好 听起来 Sounds terrible 可以关掉吗 Can you turn it off 好 请人家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Can you Could you Will you Would you 都可以 Can you Could you Will you Would you 都可以 好 那 关掉就是 Turn off 打开是Turn up 那 今天的 形容词 没有很难 下一刻会是 讲的是副词 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话 欢迎按赞 跟订阅 其实有部落格 跟脸书 也欢迎追踪 好 那有什么问题 也欢迎留言 今天就先到这边 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